华大使您在伊朗先后待过十年 那我想请教您 您觉得对于伊朗人来说 他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愿意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表现出了真诚的意愿 来回答国际社会的关切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伊朗是这样 他不能放弃他的核计划 要他彻底放弃核计划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 为什么 是就像李老师说 他无法回应国内的那种强硬的声音 伊朗因为他还是想要当一个 拥有核能力的地区大国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核能力 降到最低限度 但是一旦需要 我还可以恢复 我的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现在美国和伊朗 真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所谓这个离心分离剂的数量 为什么征计会这么大呢 就是说伊朗缩效的最小 最小呢 美国的意图就是说 一旦你要是放弃原来这个协议 想制造核武器了 你起码需要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间 伊朗呢 想把这个时间尽量缩短 就是你让我保持 比如说一万台 五千台六千台 那么我一旦需要恢复的时候 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呢 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 必须限制在六个月到十二月之内 那么这个十二月 六个月到十二月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离心技术数目 不能超过两千台到四千台 那您觉得这一点上 伊朗会做让步吗 所以这个现在谈判非常艰难的 就在这个地方 伊朗是想留的青山财 将来不怕没材烧 但是呢 美国人呢 就想把他这个能力阉割掉 连锅端了 从伊朗来说 他呢 就是说想 像那个华达斯说的 他毕竟是个地区大国 他认为他拥有这个核能力呢 是他的一个权利 但是这种能力 现在他声称是就是和平的 但是他也 暗地里是不是还有希望以后 遇到一旦 一旦遇到什么危机的情况 他能够迅速提升到 制造核武器的这种能力 所以在这两者能力之间 实际上是谈判的一个关键 所以你们两位一致认为 离心机的数量是这次双方 可能会在对讨价还价方面 最大的一个难点 就是除了这个数量以外 还有个质量的问题 现在伊朗的离心分离机 它的型号是IRE 这是比较落后的一种型号 所以它需要很大的数量 一万多台 那么伊朗现在正在研发IR2 如果这种研发成功的话 有几千台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美国说 你不能研发新的 在这个问题上 双方争夺的也非常厉害 像霍大使的质量 就是什么品级的离心机 第一代 第二代 还是第三代的 这里有一个淘价还价的余地 在这点争夺不算太大 我觉得最主要是重水反应堆 阿拉克重水反应堆 因为阿拉克重水反应堆 这个是联合国爱领会决议 从2006年开始 第一个就提到了它 就提到了它 现在大家都用清水反应堆去 如果你真想和平利用的话 重水反应堆就是要付产品 就是要造核武器 而且你还有自己的 独立的重水工厂 一开始对方的要求 伊朗对方的要求 是要废掉这个重水反应堆 把它改造成清水反应堆 伊朗到现在还是吞吞吐吐 并也没有说 我炸掉我的重水工厂 就凭这一点 就让人感到比较担忧 其他还有一个 就是投掷能力的 弹道导弹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各方都愿意 按时地达成一个协议 都有这个急需的要求 越是这种情况 越容易出纰漏 越容易达成一个不可靠的协议 为什么 您所说的不可靠的协议是指什么 就是过了两年 过了两三年 又有风吹扫动 死灰复燃 太容易了 极为容易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还是有 因为什么呢 双方都很着急 美国人就定了这个时间 七月二十号以前必须要探紧 因为美国要回去选举了 因为十一月份中期选举 如果七月二十号以前 达不成协议的话 那中期选举以后 这个就没有息了 这是一个 伊朗也很着急 伊朗想尽快地消除制裁 因为这个制裁 对伊朗的经济打击太大了 自2003年 伊朗核问题成为一个国际焦点以来 美国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 迄今 美国已分别在2006年 2007年 2008年和2010年 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四个制裁伊朗决议 此外 美欧还出台单边的制裁法案 并敦促日本 韩国 印度等跟进 制裁在贸易 能源 金融等多个领域 给伊朗套上紧箍咒 受制裁影响 过去十年 伊朗石油收入锐减 经济遭受重创 伊朗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 出口原油 进口消费品 是伊朗经济的主要特征 这种经济模式严重依赖进出口 保持经济独立非常困难 可以说 联合国制裁正是击中了伊朗的要害 而石油出口的锐减 也使伊朗的石油生产设备老化 能源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既定目标 国际制裁 还令伊朗货币里亚尔大幅贬值 2012年7月1号 欧盟开始停止进口伊朗石油 导致里亚尔仅在10月份 就急剧贬值40% 物价上涨 高通货膨胀率 高失业率 贫富差距悬殊 这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是伊朗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前总统内贾德执政8年来 一直实行强硬政策 使得伊朗在外交上陷入孤立 也招致西方步步紧逼的进一步制裁 去年6月 温和而务实的鲁哈尼 成为内贾德的继任者 一直僵持不下的伊朗核问题 也似乎迎来了解决的曙光